终日奔忙之危机 猜得有时有思义 直下凌落身上船 抬头却先放无敌 改了高楼兵大厦 窗间却少没冒起 娇气每节都去下 顾虑出门美马轻 买得高头尽安安 马前马后少跟随 照了家人数十个 有千美时被认清 施了云道错知邪 抱怨观笑只违背 错过相处相隔楼 朝思梦想要能听 这首曲子是鸡下穷悍的 公子和东方先生乃是富贵人 身宅大院娇妻美妾都已经有了 自然不必去理会 汉皇重色似倾国 这唐玄宗是个风流的天子 天子风流不要紧 却把这花花江山拱手让给了 湖人安禄山 这可大大不对了 先生以为如何 唐玄宗初期英明 万年昏庸 可万万不及他的祖宗 唐太宗啊 唐太宗雄才大略 先生定是很佩服了 唐太宗神武英明 遗敌文明丧丹 尊之为天克汗 文韬武略 那都是旷世难逢的 小弟读到 寄述唐太宗言行的真观正要 破绝书中有几句话 说的很有道理 哪几句啊 唐太宗道 周所以比人均 水所以比黎数 水能载周亦能复兜 他还说 天子者 有道则人推而为主 无道则人弃而不用 诚可谓 小弟认为这几句比喻 真是再好不过了 要是咱们坐在一条船上 顺着水势 那自然是平平稳稳 可如果乱滑乱动 异想天开 要不这船 滑得比千里马还快 又或者是 水势汹涌奔腾 那这船 不免是要翻的 寻子曰 天帝生君子 君子李天帝 君子者 天帝之参也 万物之总也 民之父母也 帝皇寿命于天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仁雄之论 未免有备于先贤之将 我们浙江湘贤 黄黎周先生 曾说过几句话 我每次想起来 都觉得大是痛快 想痛饮一杯 嗯 愿闻其详 他说 皇帝还未做成的时候 屠独天下之甘狼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拨我一人之产业 其既得之也 瞧拨天下之骨髓 离散天下之子女 以奉我一人之银乐 事如当然 曰 此我产业之花蜥蜴 黄先生 真是将古今帝王之道 批驳得淋漓尽致 真是痛快啊 先生 请 快走 东方先生 您的酒杯没有砸碎 仁兄身手好快啊 你们家老爷和我们家公子 聊得正愉快 可不能让这个杯子 扫了他们的兴致 哎呀 没想到仁兄有这么好的身手 不知道这位仁兄的身手 快到如何程度 白贞 主人 去叫个人上来跟人家切磋一下 伸手便慢过人家 好 白贞 在 主人叫你会会他的朋友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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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兄弟手脚这么灵活 想必暗器也运用得到 龙骏请教几招 这位听来既是暗器名家 咱们便请他在靶子上写写身手 以免我这位仁兄有所闪失 坏了和先生之前的切磋之说 好啊 不过仓促之间哪去找靶子呢 八哥给立个靶子 真是个好靶 请公子画个靶心吧 好 好 好 这杯子就是靶心 这位朋友请施展暗器吧 果然是好枕头 没必小人 九哥怎么样 没事 刚才说好打靶子呢 为什么打人 有种过来给你严严往单跳 给你单跳 给你单跳 周围兄弟 给你单跳 东方先生是我的上宾 大家不可无礼 没事吧 没事 就是痒得厉害 幼毒千万别抓 你忍着点 我这里有百花伞 可以把毒性暂时延缓一下 怎么样 我们得尽快找到解药 三哥 一会儿你去对付他 好的 怎么样 你朋友伤势如何 东方先生 我那边有位朋友 答案级的本领也还过得去 不如让他们比试比试 一定精彩热热 东方先生觉得如何呢 好 龙俊 你去会会他吧 遵命 先帝 来 饮酒 咱们边饮边看 这湖上不是论文 而是论文 的确是一件稀罕事 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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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何人 为你还是个学剑呢 连我都不知道吗 剑法当时不错就是欠了火候 别还没错 叫他们回来吧 回来吧 东方先生 我这些朋友都是江湖中人 所作所为率心不羁 东方先生不要见怪 这几位朋友真的是武功高强 要是能够追随维修 为朝廷效力的话 将来可以光宗耀祖 风漆印子 才不会辜负了这一身的好功夫 像现在这样 沦落草马 竟不可及了 我这些朋友啊 都和我一样 喜欢在江湖上闲散失忆 东方先生的一番名义 我带大家心领了 竟然如此 我也不必也强求 把钱要交出来 不拿出来 我就屁了你 什么钱啊 我没有 没有 走 龙兄弟 把钱要拿给他吧 小的干死 钱要留在宫里了 三哥 把你刚才收的铁吉利还给他吧 还给你 三哥 这位仁兄 能够和你对拼 你着实让我佩服 让我和这位爷喝上一杯 交个朋友 再送他回去吧 好啊 如意姑娘 麻烦你真杯酒 酒来了 三哥 来 这是我家陈公子敬你的酒 嗯 别客气 救救 我给你 九哥快吃吧 我 要不要用酒给你送一送啊 我这些朋友啊 都是草莽中人 不懂礼数 东方兄千万不要见怪啊 不会 此等人此等义 不为国家所用 真是可惜啊 是吗 今日却是大增所见 就此别过咱们后会有期 东方先生这就要走了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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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 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千万不要 此事传到百姓耳中 无论如何被演绎 也不过是东方而老里之事 信者不信各有之 如果亲兵急拿正范 事情传出去 岂不有失皇位啊 如此清风 如此凉夜 多谢贤弟盛情招待 日后若有机会 也让我来做一次东 咱们还可以把酒言欢 各书己见 今日一句 让小弟看到东方先生 容忍之雅量 可比汉高祖庞太宗 甚没感慨 希望东方先生 怀抱仁爱之心 待到我们下次再聚之时 好 双方宴请人多口杂 偶尔出现摩擦 是在所难免的 于兄心系山河湖海 天下之事 都以仁爱之心看待 你我朋友枪句 更当胡在话下 这一点贤弟大不放心 一心五桥桥上也 坐中都是英好 希望他日仍有机缘 信花输影里 吹笛道天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们又见面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 我有你师兄金迪秀才的消息 想知道吗 你有十四哥的消息 他在哪 我是知道啊 可我要考虑一下 要不要告诉你 要是不想说 那就算了 对 你们红花会势力多强大呀 什么都瞒不过你们的眼睛 找个人多容易啊 那我师父呢 他到杭州了吗 自从那晚 在黄河坝上一阵大乱之后 我就再没有见过他 你也顺便帮我找找他好了 陆老前辈他很好 你放心吧 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那于是哥也很好 你也放心吧 那就好 我好心来报训 你呢 爱立不理的 他没我帮忙 你救不救得了你文四哥 总座主 二位哥哥 总座主要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两件事 请道长督促会中兄弟 当心乾隆皇帝近期 可能会对付红花会 好 还有 请三哥组织弟兄 有马分舵主联系 杭州巡抚衙门 及水都提督里我们的人 看看有什么情况 如有情况 立即来报 请总舵主放心 一会儿 我要回趟老宅 去祭拜父母 还是叫七当家的 陪同总舵主一起去 比较稳妥 不必了 我只是回去走走 不会招惹什么麻烦的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珈乐 给戴上啊 我不戴 我不戴 珈乐 乖 带上 带上啊 我不戴 我不戴 乖 瑞姑 别怕 是我 我是三官 你 你是三官 你回来了 三官 三官啊 别哭了 瑞姑 别哭了 别让他们知道我回来了 他们都到新园子里去了 这儿没人 来 坐下说话 瑞姑 问你要是怎么去世的 三官啊 听说太太得了义症 他人去的时候啊 我不在身边 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 要是我在那就好了呀 那她得了什么病啊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你看到她的尸首 绝对会是什么医症 我真的不知道啊 三官真是不孝 连娘最后一面都没有看到 那我娘的坟在什么地方 在海神庙后面 海神庙 是啊 那是今年春天刚造的 庙大了 在海棠边上 已经大了 谁 我是来拜训的 爹 娘 假我来迟了 没能见你们最后一面 你是陈太傅的儿子 为什么你会到这里拜计 今天是我母亲的名单 速过来拜训 皇上 为何来拜训 你一定会很奇怪 令尊生前对朕有恩 朕能有今时今日令尊鞠躬之位 所以趁着此番难寻 尽日特来拜训 如果这件事情宣扬了出去 一定会为朕带来诸多不便 你能够答应朕 一定别将这件事情传出去 这个你大可放心 我可以在爹娘坟前发誓 今日之时 绝不对任何人提起 武林中人最终言诺 你这样说 朕就放心了 长朝了 咱们到前登边看朝吧 会有十年没有看到的 好 咱们一同去吧 老爷 我们来迟了 忘年恕罪 嗯 在此处 远看前堂江 可感受此江奔腾起行 没错 朕也有和你一样的感觉 八月十八 海潮更大 我母亲 恰熟你这一天 所以 所以什么 所以我母亲归字 朝圣 原来如此 你是陈太夫的幼子 对 我叫陈家洛 陆嘉诚 是我道着的名字 嘉诺 我们十分投缘 朕明天 回杭州 再住三天 就回北京 到时你也跟朕一起去了 以后 常在朕身边 朕见到你 就如同见到令尊一般 你文武全才 将来做到令尊的职位 也非难事 这比混起江湖 要好上很多 你的好意 我十分感谢 如果我贪恋富贵 就不会离开葛老之家 流落江湖 家罗 郑正正要问你 为什么你会流落于江湖 我是奉了母亲之命 海宁陈家世代三淫 苛明之圣海内无比 三百年来 近世二百多人 位居宰府者三人 官 尚书 侍郎 巡抚 部证使者十一人 真是艺术啊 皇上 白朕 你忠勇可嘉 回去京城之后 朕赏你一件黄马挂 多谢皇上 古人说 十万军生拜夜朝 看了这番情景 真称得上天下奇观 当年前王 以三千强弩 强射海朝 海朝核色又丝毫降低 可见自然之势 是强逆不来的 人各有志 朕也不会勉强你的 不过朕要劝你一句话 亲子 你们红花会的心境 已接近叛逆 过往一切朕可不咎 但以后 可万不能再干这些 无法无天之事 我们为国为民 所作所为 但求心之所安 你 可惜 可惜 听着咱们相交一场 看在令尊的前面上 将来剿灭红花会时 朕答应你 可以免你一死 好 我也答应你 假如日后 一落入红花会手中 我也绝不伤害你 你在皇上面前 也不敢吃半点亏吧 这就是传刺 陈太夫的性情吗 不错 好 大丈夫一言祭出 四马难追 你我就击掌为室 日后彼此不得伤害对方 一言为定 难怪朕第一次见到你 便对你有亲切之感 原来你是陈太夫的儿子 你对我弟娘这么好 还专门来祭拜他 这份恩情 家路永世不忘 岛水如此冲刷 海棠若不劳家修筑 百姓填卢 坟墓 不免都会被潮水卷据 朕回到京城之后 一定要播发关堂 命人大驻海棠 以护生命 你这是爱民大人 江南百姓 一定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我在这里先谢了 华棠 令尊有功于国家 朕绝不忍心见到他的坟墓 被潮水所吞 百姓 臣在 皇上 明日便传遇河道总督 高进 巡抚庄有功 即刻到海宁来 全力施功 喳 朕见你神色 总有郁郁之意 除了追私父母之外 心上还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你既不愿入朝为官 但有什么需求 也可尽管对朕说 我有一事相求 但又怕你不肯答应 但说无妨 真的吗 君无戏言 我想求你放了我的结义兄弟 门太来 不知道我这义兄 究竟在何处得罪了你 我替他向你赔罪行吗 这人朕不能放 不过朕既然答应了你 也不能失信 这样吧 朕不杀他就是了 那我们只好出手相救 我求你放了他 并不是说我们救不出来 只是怕将来动刀动枪的 伤了你我的和气 实话对你说 朕绝对不能允许 此人离开朕的掌握 你既决定要救人 那朕只好三天之后 杀了他 你要杀了我的文四哥 只怕你睡不安息 食不甘胃 此人不杀 朕更是寝室难安 如此说来 你身为至尊 倒还不如我这咸语掩赫 来得逍遥自在 今天乃是令堂明诞之日 咱们不要说这些刀光剑影之事了 好不好 好吧 你今年多大 二十五 应该有夫人了吧 这块宝玉也算得上是西史之真 你拿去赠给夫人吧 我 我还未娶妻 一定是你的眼界太高了 事已至今都未有重义之人吧 这块宝玉 你将来赠给你的义中人 作为定情之物吧 功继不如从命 谢谢 情深不寿 强疾则辱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如果朕不是知道你是个胸襟豁达之人 也不会给你这块玉 更不会叫你赠给你的义中人 少年爱慮情深至极 每遭鬼神之忌 是以才子家人 多无美满下场 反之凡夫俗子 却常能白头偕老 情不可及 刚则易辙 先贤这话确实合乎万物之情 朕希望 你日后能找到一个挚爱的伴侣 也好 也好叫 令堂令尊 天上有之 可以放心 多谢你的厚色 我会记住你说的话 该说的话朕都说了 时候不早了 你走吧 好 那你保重 咱们后会有期 诸位哥哥 大哥 宋多主 十二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坐就说话 好 走 走 总会就说话 难知到 诸位哥哥 已经和皇帝见过面了 而且还交了手 我可真是措失良机啊 各位 昨晚你们走后 我又跟皇帝见了面 咱们现在不知道 四哥人到底在不在杭州 如果是在的话 一定要尽快叫他出来 因为 皇上决心要杀了他 四嫂 你别着急 会有办法的 来 先坐下 朕已到杭州数日 那文太来究竟何时抵达 回皇上 文太来在途中 屡次与侍卫搏斗 身受重伤 故而一再耽误行程 困兽之斗 你们听好了 文太来人一到 便将他押入密牢 任何人不准出入 这 给他找个好医生 待他伤势烧好之后 朕便亲自审问 这 李大人 李大人 四位 今晚就麻烦你们在这里守着 这是上边的命令 李军门不必客气 你们辛苦了 什么人 这是我家小女 原来是小姐 那我们就去巡视一下 你又到哪儿去野了 我出来走走 提督府这两天有重要人物 你可别到时候乱跑 这是我家呀 你再不听话 就把你锁起来 爹 你这是干嘛呀 我很忙 你别再给我添乱 我 总多主 董多伟兄弟 我们已经去探视过那提督府了 情况如何 我们在提督府连着手了一天一夜 他哪爱着他 没想到不像二十个大内侍卫 日夜不间断地巡逻 不错 还好我们哥俩沉得住气 到了给我们打探出来了 原来皇帝老儿不在府里 好 两位哥哥辛苦了 快去休息一下吧 累倒是不累啊 就是看着那些侍卫们来气 又不能宰上一两个出气 对了 赵三哥还得监视着呢 三哥就是顾力周全 太好了 我猜测 四哥还在提督府呢 要不然的话 他们为何如此心事动众啊 不错 虽然皇帝现在还没到 但快到了 他本来 就是为四哥而来的 谁 请吧 不必追了 为什么 此人应该没有恶意 如果长武哥 他们说得没错的话 四哥在提督府 这个时候 他也应该来了 岳师兄 岳师兄 岳师兄你怎么了怎么了 我跟他出去遇到了几个朝经英爪 给他们认出来了 到底伤成什么样子了 快让我看看啊 我没事 我没事 没有答案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你必须跟我回家养伤 如果再被他们发现了 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不行 怎么能连累你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连累不连累的 你必须跟我走 我家是最远远的 走啊 走啊 走 远远 爹 这是谁啊 爹啊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哪 就是上次在乱军中救我的鱼师兄 他现在旧伤复发 应该就没命了 爹 你就让他住在我们家中吧 我们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这两天咱们府上有重要事情 你真能给爹添乱啊 好了好了 你啊 赶紧的把他送到后院的客房 再找个爹大大夫 给人家好好疗伤 既然是你的救命恩人 咱也不能看着不管 记住了 不能再给爹添乱了 嗯 知道了爹 快走吧 总舵主 总舵主 怎么样 有消息吗 还是老样子 皇上没有来 四哥还在府里 好 那咱们就抓紧时间 想办法救四哥 乾隆到现在都不肯放四哥 又派这么多人看着 看样子 真是对四哥动了杀心了 那怎么办啊 七哥 你足之多谋 快帮我想想办法 冰姐姐 你别着急 她一定会有办法的 喂 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孙嫂 你先别慌 我们现在要救四哥 还缺一样东西 五哥六哥 麻烦你们会同赵三哥 再去一趟提督府 要赢救四哥 还需要一份提督府周围 详细的地形图 我知道 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但是为了救四哥 必须得有这种东西 请两位哥哥和赵三哥 想一下办法吧 好吧 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这里是提督府动手 在这儿有一家炮仗店 再看这里 这里是西门 这儿有一条街道 如此看来 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我们可以采取强攻 不知总舵主 是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 我拿有七哥的指谋 这一切 全由七哥拿主意 一会儿去跟大家布置一下 咱们今晚就动手 好 总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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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位哥哥 咱们马上动手 去救文四哥 好好好 十三哥 请你率领三十名汇水的弟兄 准备好船只 等我们已得手 咱们就坐船退回泰国 是 其他周围哥哥 随我攻打提督府 相救文四哥 好 好 现在就由七哥 布置一下警督的计划 大伙儿 都听他的分派 好 知道 请给我发现 打扰准备的怎么样 我已经检查一遍 都准备好了 只等你一声令一下 跨证殿这边先行动 好 嗯 清 trabal 栋梁 果然早有准备 没关系 这一招咱们早就料到了 这李可秀本来是个带兵的 自然有他的一趟 不过 咱们也有咱们的安排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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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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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闪开 闪开 大胆刁民 怎么把陈友留在这儿了 站住 站住 你们想干什么 要造反啊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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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烦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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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人出去增援 是 坐你的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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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想造反不成啊 请问带兵的是哪位 天父 地母 红火 会 啊 杀 杀 放电 小丁 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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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老公就跟我来 你是什么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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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你是谁 救你是谁啊 救你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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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哥六哥不要伤他 就在花坛之下 快去救他 总舵主 刚才有人说四哥可能在花坛之下 花坛 带他四处找一找 好 走 走 总舵主 总舵主 你看 寡人在这儿 五哥六哥 你们守在洞口 其他的人跟我下去 好 走 走 赶紧 总舵主 请让扬 四嫂 大哥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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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毒气 大家小心哪 快 大家快走 快走 快走 四哥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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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住不住 自肯在里面 快走 快 走 总舵主 外面有不少御林军到了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拼了 打硬仗只怕不利 不错 咱们还是先退吧 好 大家听我调度 找其自己的人分批退出去 好 哥 四季妹 你不必烦恼 我们一定会救出四弟的 你尽管放心 不把四弟平安地救出 我们绝不罢休 对 对 骆兵在这儿谢谢各位了 只是 只是不知道 不知道那个蒙面人是谁 又是镇远镖局的镖啊 镇远镖局最大恶极 七哥虽杀了那个姓铜的 仍莫能消我心头之恨 十二弟回来了 十二弟 是 总统主 众位兄弟 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没救出四哥 还差一点中了他们的奸计 还好兄弟们都没什么大碍 清廷的人果然诡计多端 我刚才 经过镇远镖局的队伍 总统主 你知道他们保的是什么镖 是吗 我就大致看了一眼 好像 就是西域七族 常给皇上进贡的什么玉瓶 听说十分珍贵 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 就为了保护一个什么玉瓶 真是顽目丧志 要不是我心情不好 我现在就去把它弄过来 且慢 至少一句话 倒提醒了我 咱们今天这么一闹 说不定皇帝一急就会 把四哥给害了 这一招倒不可不防啊 总统主 我有一个想法 不防一试 咱们不如现在把那玉瓶 给抢过来 西域送了一顿玉瓶去求和 皇上的大军 已经向西域进发了 这个时候 皇上一定不会答应什么求和的 如果不同意求和 就必须把玉瓶退回去 咱们这个皇帝 是天底下最要面子的皇帝 这种事情 也是他最顾忌的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抢了玉瓶 然后对皇帝说 他要是不放了四哥 咱们就打碎玉瓶 大哥说得对 正是如此 即便是不能用玉瓶换回四哥 也能拖上他几日 况且 这件事情 对西域的慕老英雄也有好处 好 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吧 大伙先歇一歇 等吃完了饭再赶路 好嘞 歇会儿歇会儿 来了来了 王老爷子 这一路之上 您辛苦了 这趟是棺柴 照惠大将军说 上面点了名 要我老头子亲自出马 这不 就得受点累了 据晚辈所知 这是您近十年来 第一次亲自押标了 是啊 我想到明年七十大寿 就该封到收山了 算是个俯首成规 但是上次 给西域七族送输 却出了乱子 这一回就好了 等您亲自出马 我想一定不会再出事了 但愿如此啊 停 还哪个想他那匹白马 小疯了吧 还是跟去看看 大伙要看好东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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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路过不要错过 俗话说得好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挺能玩的 小弟子 战力是小把戏 给大家斗个乐子 玩得好您捧个前场 玩得不好您捧个人场 见笑见笑啊 见笑了 见笑 见笑 见笑见笑 我看不怎么样 也不知道他正能动了什么手脚 来来来 您看看大爷这个啊 这个您见过没 我跟你说 大爷这金表 您要是真能把它变肥了 大爷重重有赏 哎 所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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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大爷 您这金表这么金贵 我要是把它变没了 您不着急 不可惜啊 哎 哪有什么可惜啊 您尽管变 变没了再说 行 您瞧着 放这儿 真没了 哎 哎哎哎哎 我的表呢 哎哎你们听我说 看到了没 那边那个老爷子 啊在那儿呢 大胆 怎么会在我们这儿啊 真在那个箱子里 走走走 咱们找去 快把我东西 站住 不许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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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人 来 慢动 走 想不到 西域之地竟有如此高明的画师 这是画出来的 难道真有这样的美女 这画上画的原本是位仙女 但画师却是照着一位真人美女画出来的 真人 谁啊 据说就是霍青铜姑娘的妹妹 贵名叫做卡斯利 我说嘛 难怪和青铜妹妹长得那么像 真是美极了 十二弟 你是如何得知 她不是一直在西北那边活动啊 听人说的呗 是啊 是啊 既然咱们拿到了玉萍 大家想一想 接下来该怎么救四哥 对啊 刚才大家见到美女 把四哥都忘了 这回 恐怕我们要请陆飞青老前辈相助 李大人 李大人 玉萍被奸贼骗走 我们是难辞其咎 但我们当时已经在杭州地界 李大人是否也要负部分责任呢 什么呀 明明是你们把东西弄丢了 没有道理还退卸责任 芷儿 不要乱说话 李大人陆老师求见 师父 太好了 我去找他 师父 您去哪儿了 我一直跟爹叮叨您呢 是不是爹 好 在下 在下 见过李大人 陆先生回来了 那就好 我们正在商量事 好 韩兄弟也在啊 真是巧得很呐 想必 这位便是围阳标局的王老标头啊 正是 久仰阁下大名 幸会了 他是红花会的人 在下 和红花会只是有些交情罢了 其实 你我也是好朋友啊 在下今天来 只是想帮一点小忙而已 帮什么忙 二位今次到府上来 想必是为了玉萍的事情吧 师父 您怎么知道的 阁下究竟做什么建交 这个嘛 在下自然是为斡旋而来 好 李大人 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 大人放心 我陆某 也算是府上的嬉戏 你是我的好东家 我绝对不会做出 对您有丝毫伤害的事情了 你 徒儿 没关系的 你放心吧 大人 请吧 卢先生 我在军中摸爬滚打数十年 也深知你不是寻常人 今天是带画来了吧 对不对 好 大人 好啊 西域七族的花瓶 就这一个 没错 另一个在哪里 好啊 你这是跟我谈条件没了 说吧 有何要求 看我能否做得到 在下不敢 嗯 我呢 我呢 只不过是替红花会陈公子 来做个睡个 希望你们双方 能够画干戈为玉国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爽快说出来 上次来的是硬宫 这次是软宫是吧 是这么回事 陈公子的意思呢 第一 他们红花会今天得罪了军门大人 还请您 能大量包含 祭武不咎 这得罪都得罪了 不包含又怎样 况且 陈公子又深受皇上的宠爱 接将出来又有何意呀 第二条呢 红花会的文司当家 温太来 被关在庭都府 这我们也都知道 他是朝廷侵犯 就算大人病了天大的胆子 也不能把他给放了 但是陈公子啊 很想念他这个兄弟 所以希望和他 几晚能够见上一面 不知道大人 能否念他兄弟情深 网开一面 此事重大 让我考虑一下 那是自然了 大人 我会在岳奔客栈天子好房 等着您的回信 我先告辞了 嗯 大人 大人 这客栈人多嘴杂 您不会造成惊扰 让杭州城里的人 乱传些什么吧 你 你也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告辞了 铭州城里的人 没错 那么我们os 应该是曾将军 请 陆先生真有你的 你在我们府上那么久 竟是深藏不露的高人 这高人是谈不上啊 不过呢 侥幸学过一些武功 强身健体罢了 你老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也罢了 咱们还是谈正事了 我是奉军门大人之命来的 军门大人说 闻司爷的案子重大之奇 本来是绝不能让任何人探监的 既然陈总舵主答应交还御凭 那我们军门大人也只好拼着脑袋 不要让陈总舵主去见上一面了 真是太好了 好 我这里替陈公子谢过了 且慢 还有两件小事 要请陈总舵主答应才好 好 曾将军不妨说出来听听 总舵主 陈老前辈怎么说 陈老前辈说他们答应咱们的条件 但是希望咱们不要外传 而且我只能一个人进去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 那张昭仲呢 能把它调开吗 那还等什么 管他进去一个两个 我们今日就是绝生死的时刻 这口气啊 我们早就逼不住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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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七哥 你怎么看 这回啊 咱们已经知道了地牢的地形 和里面的机关 再加上总舵主在牢里的里应外合 印宫看来对我们比较有利 只是有了上一次的事情 李可秀的防范可能会更加严密 但凭印宫的话 未必能成功 有了七哥 我进去见四哥时 穿上大披风 头戴风貌 装作一副 不想让他们认出来的样子 这可不行 得一人施一人 绝非善策 七弟 总舵主 你把话说完 到时候我进牢房 和四哥把衣服换了 然后让他出来 这时候看守的人就以为他是我 绝对不会怀疑 你们在外面接应 把四哥救出来了 这 那你怎么办啊 皇上和我特别的有缘 到那个时候 等他们发现已经掉了包 自然会放我出来的 总舵主啊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不过 你身为总舵主 轻易不能涉险 这件事情还是让我去做吧 那怎么行 这件事要还是我来做吧 还是我来吧 诸位哥哥 我来吧 不是我逞强 实在是因为只有我是最合适的 不管哪位哥哥进去 救出来四哥 却把自己献了进去 咱们兄弟 手足情深 并不是四哥 就比哪位哥哥更加的亲近 可是总舵主去做此事 确实不妥啊 你们有所不知 乾隆曾经和我鸡掌没事 我们两人绝不互相加害 前隆这个人阴险狠毒 只怕说话未必算数 七哥 你不用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既然这样 咱们来个两拳之计 一方面 总舵主从牢里把四哥救出来 另外一方面 咱们准备接引总舵主出来 好 就这么说 这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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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舵主 你这番情意 我们夫妻 本身碎骨 也难以报答 四嫂 不必这样 我们兄弟之间 情同骨肉 何必说报答二字呢 好 二位来了 陈总舵主请跟我来 这位请留步 怎么回事 我们提督大人 已经安排好了 特意将大内侍卫调开 大人说了 只需陈总舵主 一人进入 还请体谅 请 大人 陈总舵主到了 哦 陈总舵主 幸会幸会 李大人 呼尚一别 不到今日重逢啊 那请总舵主 随我一同去见犯人吧 大人 皇上驾到 请大人出去接驾 啊 这这这 这皇上怎么在这个 档口来了 你去 啊 陈总舵主啊 那就只好 老年在此等候了 啊 哎 不好意思啊 陈李可秀 接驾来迟 准备一间密室 朕要亲审文太来 善 皇上 臣想请皇上到臣的书房去 那还算安静 嗯 那你快去安排吧 善 朕有机密大事 要审问这个犯人 不许有人听见 臣这句去办 你们两个 搁我走 是 回禁皇上 密室已经准备好 请皇上移驾 嗯 嗯 你身上的伤 全都好了吧 暂时 还死不了 朕要他们 请你去京城 本来有点事情 想和你商量 那只起了误会 我已经责罚过他们了 你不要介意 有一个问题 你老是回答朕 朕马上就放你回去 你放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子吧 我知道你不杀我 你每天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你之所以不杀我 就是想问问我 看我究竟 知道些什么 你多疑了 你那个姓虞的首领 后来和我说的话 都跟你说了吗 什么话 什么话 哦 就是那件事 于老当家告诉我 他曾经帮过你一个大碗 现在我们红花会经费断绝了 他要来问你借三百万两金子 可是你非但没有借给他 还杀了他 反而把我捉拿在此 有朝一日 我脱离了这些灾难 我一定要把你 做的这些忘恩负义的事情 全都抖落出去 既然如此 朕只好把你给杀了 如果把你放了出去 岂不是败坏朕的名声 可是皇上 你知道吗 你一旦杀了 你的秘密 反倒就保不住 难道死了的人会说话 我一死 就有人会打开那封信 就会把你过去的证物 公布于天下 到那时候 皇上 你就会大凡特凡 什么信 于老当家的 把你当年的事情 详详细细地写在一封信 用火器封好 连同两件极其重要的证物 放在一对碰面围里 他对那位朋友说 要是我们两人忽然死 就请他拆开那封信 找着信中的吩咐去做好 你告诉朕 你说的那个朋友 到底是谁 朕立刻就放了你 皇上 你是不是看我特别的傻 我要是告诉你 我活不了 你还会杀了我那个朋友 所以我说皇上 你还是把我给杀了吧 就让他把证据 公布于天下 朕给你一天的期间 你想清楚了 再告诉朕 这个人到底是谁 否则 我只好杀了你 你们说的什么 张扬我的事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底怎么了 道长 咱们还是再观望一下吧 可咱们红花会 不能没有总舵主 来主持大局啊 话是这么说 可是总舵主 做出这样的决定 想必他心中 应该有十足的把握 才会如此 但也如此吧 张大人 这里有您一封信 麻烦 陈公子 你也看见了 皇上的御甲亲临呢 此时非同小可 我们可都是冒着 满门超斩的危险 还望陈公子体谅 放心吧 我进去很快就会出来的 张大人很快就回来 请陈公子 不要兄弟情深忘了时辰 这个自然 陈公子 何时将御平 只要我见到四哥 安然无恙 自然会送回的 曾将军 还怕我赖账吗 那里那里 请 进去吧 祝祖主 四哥 祝祖主 四哥 祝祖主 祝祖主 来 来 来 不要徒劳了 这幅手稿 只有宝刀宝剑 才能消得多 宝刀宝剑 我听说张昭中的剑 非常的锋利 四哥 他是不是整天都守着你 对 他和我寸步不离 刚才他接了一封信 可能有重大的事情发生 就出去了 好 咱们等他回来 我当保健 打开这架锁 宋剑 今天皇上提认我 我看样子 他是担心我泄露秘密 要杀了我灭狗 我现在 就把这秘密告诉你 四哥 你说 那天 鱼老当家带我 一起进宫去找皇帝 他说 是海宁 一位陈老太太 叫他去的 海宁陈家 鱼老当家 在皇宫里和皇上 密探了大约一个时辰 他出来的路上告诉我 皇上 是海宁 是你亲生的哥哥 我的哥哥 这怎么可能啊 我只有一个姐姐啊 那宗宗主 鱼老当家对我说 当年雍正皇帝 生了一个女儿 而就在同一天 令唐老太太 生了一个儿子 雍正命令将孩子抱进宫里 还回来时 就成了个女儿 那个儿子 便是当今的乾隆皇帝 什么人这么大的面子 还要看我的剑 这奸贼没把剑带在身上 有了 你要干什么 四哥 你穿上我的衣服 快出去吧 不可以 绝对不行 这样做太危险了 四哥 你有所不知 我留在这里一点都不危险 我曾和贤隆 击掌为师 我们互相绝不伤害 好 我知道这份感情 可是 可是这样做 是绝对不可以的呀 我现在是总舵主 红花会上下 都听我的号令 是不是 没错 搞命令 马上穿上我的衣服出去 外面兄弟接应你 总舵主 就算是你的命 我这次 也知好我离开 四哥 四嫂对你日思夜想 兄弟们也怕着你早日出去 现在有这样一个大好的机会 你怎么可以不出去呢 不管你怎么说 我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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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你穿张超中的衣服怎么样 好注意 张大人 多谢啊 我 四哥 走吧 对 原侄啊 把剑给张超中 再和他东拉西车说几句话 让陈总都择那套走 张师叔 原池 放箭 不要放箭了 宋教授 虹槐还可以没有我 但不能没有你 走吧 力军们 请你请最好的大夫 给四哥疗伤 快走 走啊 总多主 总多主 怎么救你一个人 四哥呢 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出来 这样 舅哥 咱们还是先回马家分座休息 守了一夜 大家都累了 明天再做打算 好 咱们走吧 原以为这回能救赎四弟的 没想到又是功败垂成 你们说这张照仲啊 怎么每回都是他坏事啊 不管怎么说 现在要赶紧想办法 我们剩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可是我们要再救闻四哥 那是越来越难了 爹 请 我实在睡不着 冰姐姐一夜都在发呆 哦 你也在这儿啊 大哥呢 我怎么没看见他呀 呦 陈当家的 大哥 东东周 各位哥哥 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陈当家的 大事未聊 你说大家哪有心情睡觉啊 周老爷子说得对 我们是得好好商量商量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管怎么样 咱们还是要把玉瓶 还给李可秀 行 我马上找人去办 哎 九哥 文四哥我们还没救到 再把玉瓶送回去 我们还拿什么救人啊 老爹 做人要讲信用 我们不能失信于人 亲妹 人是要救的 但信也是要守的 可是 不错 总舵主说得对 玉瓶是一定要还的 我们 再想别的办法吧 四嫂 你先不要担心 看现在的情形 四哥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碍 对 四弟妹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把四弟给救出来 总舵主 我想请四嫂帮我一个忙 我们出去一下 哎 你们要去哪啊 我帮你们行不行 齐儿 这儿没你的事 我 七哥 四嫂 你们出去 一定要注意安全 四嫂 我们走 哎 七弟他 七哥他阻止多么 我想他应该是 想到了什么妙计 嗯 嗯 嗯 这是杭州的龙井 怎么味道完全不对 啊 这是今年最新鲜最好的龙井 皇上 不是茶不好 是您最近事情太多 没有心思去品尝茶味呀 哎 最近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令朕心烦意乱 西区送来的那堆玉瓶 怎么还没到 哦 归皇上 大概还在路上 不过皇上不要着急 过几天 肯定会到了 嗯 皇上 白朕代人求见 军他进来 陈白朕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嗯 朕叫你去查红花会的那些事 怎么样了 嗯 这个姓文的在杭州 他们一定会来 嗯 他们 神出鬼没 大胆 你还给他们贴金 认得大内侍卫 当真比不上他们 啊 臣之错 请皇上赎罪 起来吧 嗯 是 你今天来就算 就是要告诉朕 你什么都没有查到吗 唯 皇上的话 虽然他们都是一些江湖之人 行踪诡异 但我还是查到了一些 皇上 李可秀大人求见 叫做进来 你们两个先回避 朕有事要和李可秀商量 这 臣李可秀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那问他来 身得如何了 有没有说什么 回皇上 他什么都没说啊 不过 他的同党倒是来劫狱了 幸好臣早有防范 这才没让他们得手啊 哼 一定又是红花卉 真是胆大包天 那文太来情况怎么样 嗯 皇上 他已身受重伤 现在 张昭仲大人 对他严加堪管 一定不会有插嘴 请皇上放心 他们要来骚扰 不如咱们就顺水推舟 你们过来 这儿 大哥 大哥 我想过了 咱们不能不明不白地吃这个灰 你说要光明正大吗 那咱们别光明正大的拒咎文四哥 咱们还有不少好手呢 一块上阵打得个天翻地覆 不行的 他们戒备很森严 就算是一只老虎 赤手空拳 未必斗得过一群野猪 那 那咱们可以多找些人啊 不行 不要愁一时之运 那你赶快想个办法呀 总组 总组 我们回来了 喂 你跑哪儿去了 神神秘秘的也不说 大伙都替你担心呢 齐妹妹 你别埋怨七哥了 七哥也是去想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 快说说 你们别着急 听我说 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人 所以就出去查探了一下 谁啊 总组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个名叫钻地鼠的人 没有 曾是河门派 他能帮忙救死哥 这倒不是 他并非什么武林高手 也并非哪一门派 而是一个盗墓贼 盗墓贼 总组 这间房子的主人 已经搬走好多年了 而且这个房子 也荒废了很久 这里是离总督府最近的地方 是个绝佳的地点 不错 七哥不愧为武诸葛 想得好计策 总督主过奖了 现在我已命钻地鼠 开始在房内打洞了 只是目前还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总督主 钻地鼠带着徒弟们 已经把地道挖到了总督府 那咱们去吧 别着急 本来一切按计划进行的挺顺利 没有想到 我们设计的洞口处 有一块大石头 无奈 我们只好再往下延伸挖一些 这些师父们挖了一天 也真是辛苦 这毕竟是咱们洪花会自己的事 总不能袖手旁观 道长 请你带领众兄弟 前去协助帮忙 好 一切依照总督主的吩咐 带大人 带大人 张大人 张大人请你出来一下 张大人 原来是白大人 是不是皇上有什么吩咐 在下有职责在身 不能出去迎接 请书怠慢 好 张大人 不必多礼 皇上听说了 上回劫狱的事情 他认为 这次那些洪花会的人 一定会再来的 便叫兄弟来嘱咐张大人 千万要小心提防 用心戒备 是 皇上英明 所言即使 请白大人回去复旨 下官一定尽忠之手 不敢答应 请皇上放心 洪花坏那些人 没什么大本领 只不过会用些诡计吧 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千万不要招了那些人的道 我只怕他们不敢再来 若是再让我遇上他们 一定报上司偷袭之仇 偷袭 什么偷袭啊 我是说 他们上次来 不过是用了一些偷袭的伎俩罢了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见过张昭仲了 臣已经把皇上的意思跟他说了 臣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皇上的期望 李可秀那边都布置好了 一切已经布置妥当 就等他们入瓮了 你见过陈家洛的 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 陈家洛他是红花会的肥手 人极其狡猾 而且非常懂得笼络人心 朕不是叫你说这些 朕是问你 觉得他人怎么样 听你的直觉 但说无妨 他不是曾经帮过你 皇上 臣绝不敢因一点小惠 而忘记了皇上所负的众口 说实在的 陈家洛这个人 他确实跟红花会其他的人 有所不同啊 怎么有所不同了 他谈谱温文尔雅 举止大方 真不愧是书香世家出身 他确实与红花会的那些 江湖草寇是不一样的 你说得很对 朕希望陈家洛不会再出现在总督府 李可秀这边 一定不可出现任何疏忽 这 他们已经知道 皇上对这件事情十分的重视 所以一定会尽全力把事情办好 要真出了事 朕可是一定不会倾诉知道吗 朕 这心不在焉的哪有心思玩啊 不玩了不玩了 就是啊 刚才不就是要出发了吗 怎么等到现在啊 是啊 我早盼着用这把剑 也在那姓张的脖子上试一试 七哥 赵三哥那边有消息吗 四嫂 没有消息 就说明一切都好 好了 这回可真的是到时候了 大家待会儿一定要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 放心吧 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这次咱们救四哥 大家一定要小心行事 大哥不要说了 走吧 走 走 陆老前辈 现在你的徒弟就在提督府内 我怕你进去多有无便 说的也是啊 大家的 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这样吧 我在外面接应你 好 那你和三哥在外面接应吧 好 好 总统主你要小心啊 走吧 总统主 嗯 半哥 大家小心 来 来 四嫂 走 走 冰姐姐 可能 李可秀他们猜到我们要来捷狱 把四哥转移了 一定是这样 哼 这个狗怪真狡猾 看来我们是低估他的 对 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冲出去 把人救出来 对咱们冲进去 咱们现在就杀进提督府救人 走吧 走 走 总统主 三哥来了 总统主 我和陆老前辈在外面发现了一座楼 非常的古怪 我们两个判断人 四弟很可能被关在里面 是啊 那还等什么 咱们赶紧冲进去救死哥啊 且慢 这很可能是敌人的一个陷阱 哦 既然这样 我们就破釜沉舟冲出去 把人救出来 对 咱们冲进去 事已至此 咱们只好去一探究竟 大家千万小心行事 好好好 走走走走 来走 杜老前辈 好主意啊 好主意啊 快到处理了 走走 好主意啊 那是 炎灰灰灰了 不是 还要死 大 材料 快走 你怎么回事 老公主 兄弟们 自己在这里快快快 上楼 快点 等等 秦妹 你先上去帮助大家 八个九个 那边就交给你们手了 这边有我和周老英雄 好好好 四弟 四弟 四哥 四哥 四弟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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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嫂 四哥 四弟 四哥 你醒醒啊 四弟 我们来救你来了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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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花會陳當家的 你出來 我有話說 四哥你好嗎 我在這裡 李軍門有何見教 你們快從樓裡出來 否則全都會死 你們是鬥不過皇上的 他是天作 吳老師拍馬屁的話了 我要是怕死的話 就不會來了 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帶雯四哥離開這裡 你不要執迷不悟 你有什麼手段 就使出來吧 其實皇上對你還是很看重的 只要你歸順朝廷 皇上他就可以 我眼裡 只有紅花會 視同生死的兄弟 對 兄弟同心 其力斷金 其有此理 投什麼想 你們聽著我們眼裡就沒有皇帝 對不對 對 你們敢說大逆不道的話 好吧 放箭 這樣 大家抓緊時間 把這個籠子弄開 好 師哥 你看現在如何設好 現在情況緊急 總總主 你先設法拖延時間 大家想辦法逃生 以前說 做兄弟要同生共死 今天我跟大哥算是做到了 齊兒說話一向不著編輯啊 可是今天這一句啊 說得為父十分高興 是吧洪兒 是 我看李軍門這個火攻陣 也不是很高明 死到臨頭 還不歸地求饒 你可知道 樓下埋的是什麼嗎 總總主 這個人不是皇帝身邊的御前侍衛嗎 來者何人 難道皇帝也來了 總總主 總總總主 你看 這裡全是火藥 你們紅花灰已經在阎王殿門口了 看你們還能撐多久 你說什麼我殺了你 這個時候千末千舉妄斗 我們還是應該冷靜一些 到這個時候 我們只能除了酒 秦哥 看準時間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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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腳下全都是炸藥 要是不投降的話 就讓你們全部化為飛灰 到第一旅去成兄道地吧 趕快把文太來放下 說的是真的 這可是皇上給你們的最後一次機會 不要不知好膽 還跟他們說什麼 你就問下律吧 這是皇上的旨意 他沒有嚇唬咱們 只因為四哥是侵犯 要不然呢 他們早就把我們一網打尽了 總總主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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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Abene 五omen 五重 四意思 五摆 五雷 五五 五嗎 四嫂 四哥还撑得住吧 好 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冲出去 好 四弟 干什么 什么人啊 别乱动 退后啊 快退后啊 怎么办 快去去去 大人 别后 大人 别后 大人 别后 退 退 大人 快退后 敌军们 麻烦你 让开 让开 你们主帅在此 我看谁敢轻轻妄动 你们 你们快后退啊 慢 这可是黄命 难道人真能看着他们将侵犯劫走 不能后退 你说什么呀 你怎么不惯我爹死活呀 黄命难为 我心中只有皇上 一个嫡妒算上 点火 小姐 老爷 小姐 小姐 来 七哥 九哥 你们去帮那个黑衣人 四嫂 照顾好四哥 其他组委哥哥 帮我冲出去 好 走 走 别放箭啊 是我呀 别胡说呀 走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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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徐徐平 来 这一仗着实凶险 兄弟们差点全部丧身火海 肆意逃生 实属侥幸啊 当家的 在下 想给你求个亲密 这个人 是我徒儿的父亲 我们现在已经救了万四爷 官兵 也追不上咱们了 你就给老夫个面子 不如把他给放了吧 好 六老前辈 你救了我等兄弟 你旦有所命 我们不会不走 多谢当家的 李俊们 你可以走了 李大人 快走吧 四早 你别太担心了 我们这就去找最好的大夫 给四哥治病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喂 那钟 琢磊 这位是 有 十四弟 这是 自己 Antes 在Yea 还存在 十四弟 奥 十四弟 怎么 怎么会呢 兵姐姐 兵姐姐 你是不是看到四哥都高兴傻了 我的傻丫头 你说什么呆话呢 兵姐姐看到你闻四哥伤势严重 正在担心呢 哎呀 我刚才摸过四哥的手心了 他的手心还是热的呢 再说四哥这个人平时身体很好的 又想知道你老公在哪里 就跟我走 我们先到时间安排好的一处秘密庄园 修正体育 那个地方和隐秘 不会有人知道的 好 这位兄弟 听从从做主吩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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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走 兵姐姐走吧 你们两个口口声声 请朕治你们的罪 你们知道是什么罪吗 你们担担得起吗 臣白死不得其救 白死不得其救 起来吧 看你们这样子 朕都替你们难受 谢皇上 谢皇上恩典 李克修 臣在 朕将你隔职留任 将功赎罪 什么时候拿到了侵犯 什么时候官复原职 谢主龙恩 谢主龙恩 白朕 臣在 你说朕该怎么处置你 你跟他们一样 红花会的人在你们手上跑了 你们就要给朕追回来 要是追不回来 到时候咱们一起算账 朕都要看看你们有几个脑袋 臣一定竭尽全力捉拿侵犯 起来吧 谢皇上 谢皇上 记住 现在红花会的人 比你们想象中的要高明 不可轻视 喳 四哥受的是外伤 他筋骨强健 调治几个月就没事了 那是 是的 十四哥火伤严重 而且火伤也是最难医治的 不过我已经给开了一些 散热解毒的方子 希望他吉人自有天下 醒了 大家都在这儿 四哥 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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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样子 四弟倒是没事了 可是十四弟的样子 这是 旧头钢剑心鹤用来 文四爷被关了起来 大伙还能去救他 但是 十四弟的伤 十四弟也是鬼精灵啊 居然让他混进了提督府 还有能蒙面人 还有给我们指引提到的也是他 更有意思的是 常使兄弟还不知道 还给了他一张 问题是他就离可秀 我就搞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师 师父 跟我来 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这是红花会秘密分舵的地方 要是把朝廷的人引来 对红花会的人极为不利啊 师父 你为什么老是想到别人 却顾不到我呢 我总没顾你啊 袁芷啊 你是李将军的女儿 如果让红花会的人知道你来这里 会是什么后果 我不怕 师父 于师兄是不是在这里 他伤得严不严重 你是为他而来 我担心他 担心他 担心他要命 师父 你带我去看看他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你们走了以后 我就一直跟着你们 我知道 你们一定在这儿 怨芷啊 你和于师之人 你们 我喜欢他 我知道你喜欢他 我还看不出来吗 那你就要帮我呀 这也是在帮他 帮他斩断他自己心里的心魔 袁芷啊 我又能对他说些什么呢 师父 他这样舍命就文台来 难道你看不出来是为什么吗 袁芷啊 听师父一句缺 你爹他身份特殊 并且你又不是江湖中人 你和那红花会走的是两条路啊 一带见宽 终不回 唯一消他 人条罪 我看你是用情太深 我怕的是你们有朝一日 这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我不知道将来 也不管以后能不能和他做朋友 我只知道 我现在带他如何 将来也会带他如何 师父 我知道 他心里一定也有我 只是 只是他自己 还没有搞明白 也扎得不了 自己的心魔 袁芷啊 你真的是长大了 既然如此 这件事情 我以后也不会阻碍你们了 多谢师父 但愿三清师祖能够保佑 我这次决定没有错 一定不会错的 不会错的 总统主啊 九哥 刚才啊 陆飞金的徒弟 来过咱们这儿了 好像去看了一下十四弟 你觉得要不要紧呢 陆老前辈 是咱们红花会的好朋友 应该不会做对咱们不利的事情 至于他们师叔师职之间的事情 咱们就不要再干涉了 这样的事 好 你怎么把自己伤成这样了 我没事 伤成这样我都没事 我好不容易把你的伤养好 你就不能好好感谢自己 我真的没有事 像个大白纵族 我都看不到 眼不见 心不烦 是啊 现在你是心不烦吗 是啊 现在这样 心里反而踏实多了 我看你以后留了疤 还怎么去装读书人 读书人不是装的 对 这样也好 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再跟我调书包了 是吗 嗯 对不起 这次的事 一定连累到你爹 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呢 我们各位记住 我知道 很多事情 我也是没有办法去做主的 但是无论怎样 我对你都是一样的 不如我们还是不要见面了 为什么 这样的话对你不好 你了解我吗 不了解我 又怎么知道什么对我好 什么对我不好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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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 等他伤好了再说也不迟啊 走吧 不是吧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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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妈 不是 是 是我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